原标题 成都禁止义务阶段学生参加非官方竞赛活动 今天成都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工商区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清理举办、承办、协办违规竞赛活动的通知 通知全文请在文末查看 在全市部署清理举办、承办、协办面向义务段、中小学生的违规学科竞赛、考期等考、测试活动 包括但不限于以东令营、下令营行事组织的竞赛、集训等选拔性考试测试活动 明确提出三条禁令 一是禁止举办、承办、协办未经政府部门批准的竞赛活动 二是禁止组织义务段、中小学生报名参加未经政府部门批准的竞赛活动 三是禁止组织或变下组织与义务段入学、转学、插班挂钩的竞赛活动 据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 举办各类义务段、中小学生竞赛活动 需经审计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或同意 不得收取报名费 不得以赛促销、以赛代销任何资料和商品、群众性大型文体等活动的举办者或承办者 还应按规定向公安机关提前申请安全审查或许可 未经政府部门批准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得组织义务段、中小学生参加奥赛、华赛、希望杯赛、联合杯赛等竞赛活动 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培训机构以下同不得委义务段的民间竞赛、考级等选拔性考、测试活动提供场地、宣传渠道、考前培训、考务服务等 三部门要求各区、市、县政府有关部门通过综合执法定向随机抽查实行联合承介 其中教育部门对违规公办学校主要负责人依进依规予以相应处分 对违规民办学校依法则令停止招生 当年度年检不得列为合格以上等级 公安机关对依法未通过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捨查或许可的予以取缔或则令立即停止活动 并对举办者和场所管理者依法予以罚款 没收非法财务和违法所得等 工商部门对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予以查处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的部门对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经营活动的予以查处 并及时向社会披露 一旦查实 限期整改 严格问责 查处不利 问题突出的由上级主管部门则令整改 市教育局表示 经查违规竞赛活动已纳入2017年度区 市县政府明办教育专项督导重点内容 此项清理旨在让学生去公立化学习 让培训回归教育本位 欢迎市民和媒体监督并拨打各区 市县监督电话进行举报对跨区域违法办学违规办班等行为 可将相关举报材料发送至市教育局 专项治理监督邮箱416433681.0Q.com 来源成都发布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贵墙